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高建平老师来给我们导读杜威的名著艺术及经验 那么这次我们这个Summer School呢我们想做一个尝试 因为去年呢我们做了一个跟侧宅有关的比较前沿的话题 那么这个受到了各个高校还有艺术机构的一些这个车展人非常强烈的这个欢迎 报名的人数非常的多 那么今年呢我们这个考虑到就是要重新激活这个一些经典的作品 然后也为我们刚刚成立的这个艺术系的这个学生的其实慢慢的建立起一个阅读书目 那么我们最初讨论的今年讨论的这个第一轮的十本书 这个我看了一下以后呢发现这个基本上是德法的 那么我说这个英美的如果一本都不放进去就不太好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基本这个英美的名著 因为德法当然是艺术哲学的应该说是重症 但是这个英美呢是至少是二十世纪以后呢 他有那么个意思有点这个转向的这个意思 他又转到这个英美的这个意思 但我不是说这个德法不重要 德法仍然很重要 所以我们又调整了输入 最后这个安排了两本的其中两本是英美的 因为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这个学科 以及对于这个世界范围内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轮廓有一个比较相对完整的了解 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德国传统或者是法国传统 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个杜威的这个艺术及经验 放在这个第一轮的这个十本这个民族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有充分的理由的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海德格尔跟夏皮罗 夏皮罗跟海德格尔有过一个著名的争论 那个当然这海德格尔其实没有直接的出场 但是他的精神的后裔即使反叛者 又是一个继承者 德里达在这个哥勒比亚大学讲学的时候 专门又这个老话题重提 专门针对夏皮罗 这个做了一个很有名的讲座 后来他还把它发展成一个 客客有名的一篇文章 就是绘画中的真理 当然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包括当时哥大的一些教授 我觉得这个在夏皮罗的母教 来这么直接的攻击夏皮罗 这个至少在礼仪上是不太大 至于学礼上那咱们再说 这个有人也这个邀请夏皮罗说 要不要做个回应 夏皮罗说不需要回应 我的老师是杜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德里达的老师 如果说是他精神上的老师的话 是海德格尔 那么我的老师是杜威 那就是说 不需要我亲自出场去参与这场辩论 杜威建立了自身的一个哲学的场合 那么如果要争论的话 那也应该在杜威和海德格尔这个程度上就争论 我觉得这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这个学术界的一个奇闻 怎么说呢 意识 一些小事情 很小的事情 但是就可以看得出来 学术的渊源和传承当中的这个差别 所以一开始我们给学生一个相对全面的视野 就是考虑到不要把艺术哲学单独的滑定在 就是德国哲学 或者就是法国理论 这个尽管德国哲学很重要 法国理论也很重要 英美 或者这个亲事 这个那么如果说要导读艺术及经验 那么我觉得高建平老师是最恰当的人了 因为他既是这个杜威这本著作的翻译者 同时又是对于杜威进行了大量的这个研究的研究者 那么关于高老师的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学术简历呢 我觉得各位学员应该是比较了解 这个高老师在这个 在这个国际的美术学界 国际国内都有巨大的影响 他一直是从这个 国外获得这个这个这个博士学位以后 一直在中国社科院 担任这个研究员和这个当时应该叫文学所吧 这个领导 然后又是这个长期担任这个中华美学会的会长 另外是上一届的上一人应该是国际美学会的会长 然后高老师著作非常多 艺著也非常多 那么这个他影响最大的几本艺著呢 我们在这个爱好艺术的爱好哲学的这个学员当中呢 应该多不陌生 这个包括这个尹根尔的先锋派理论 包括这个杜威的艺术级经验等等 都是我们学生的必读书 那么我们这一次只是拿出舍本书来作为一个基础 未来如果我们有这个系列在持续下去的话 我们在跟在扩充书 扩充到二十本三十本 这样我们就建立起一个我们一则的同学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基本语的书 这个所以一方面是为了学术的建设 另外一方面也是把这个国内国际的最好的学者的研究成果 这个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学者 都无保留的这个呈现给各位学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高老师对我们的复旦大学的艺术哲学的支持呢 也是一贯这个 一直是一贯的 一贯支持我们 从我们的这个博士典的建立 这个博士典的胜利 美学博士典的胜利 到这个我们的艺者喜的成立 到最近我们在论证这个艺术研究院 这个高老师都全部参与了 所以我本人对高老师 无论他的学问 还是这个在私疑 私交方面这个都是非常敬佩 都是非常尊重的 一位博士典的一位这个大学者 那么这个接下来呢 因为他的其他的我想 我们的各位学员对于高老师 肯定不陌生 我就不一一的这个 罗列他写的书 写的翻译的书 这样的时间呢 我们就交给高老师 高老师有半天上一个上午的时间 来这个给我们导读 这个杜威的这部民族艺术及经验 高老师我现在就交给你了 谢谢 谢谢 我先打一下那个PPG 没问题吧 可以看到吧 可以看到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复旦大学的邀请 谢谢沈老师的热情邀请 和各位在一起 我们谈一下 这个谈谈杜威 我知道你们这个班 你们这个班在全国 据说是好几百人 好几百人中挑了 在座的这些精英 所以首先 祝贺你们能够 能够进这样一个班学习 我看了一下 你们所选夺的一些数目 这是应该说这个班学下来 会有很大的收获的 选的这些书末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书 也是这个学科的一个经典 或者奠基性的这个著作 当然杜威我是很喜欢有人来找我谈杜威 因为一国一本书一直很喜欢 然后实际上我在读杜威的艺术学经验的时候 我自己写了一些东西 后来有一种相间后 后来在翻译杜威的这本书的时候 有一种相间恨晚的感觉 觉得我本来说的一些东西 好像就是这个方面的这么想的 后来的话发现杜威说了 而且说的的话 比我当时说的呢 要更好 更好 更完整 当然这是一本 这个杜威当然 我现在我们在说 艺术基金业 艺术基金业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书 我等会会说 会说到 先照为惯例 我得把杜威说 这个人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也许杜威是不需要介绍 但是说一下 也许有些 这个基本的事实的话 可能大家也不一定很熟悉 我简单说 这个人1859年 在1952年死活了 93岁 是一个活得很长的 早年的时候 在一个叫弗莱门 那个地方叫做柏林顿 这是很小的一个城市 柏林顿 这个很小的一个城市 生了一个普通的人家 一个是杂货商的人家 后来就开始在家乡 一开始在家乡的柏林顿 弗莲门大学 这是一个 在这个美国也不很有名的一个大学 后来读完了以后 就去教中学 教了三年中学 后来觉得还是 不是不想就直接教中学 还是想做点研究 这时候有一个学校 新陈列 当时是新陈列的 这个 现在当然很有名了 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这个读音发音 我最近也才纠正过来 原来都是以为是约翰霍普金斯 最近才把它纠正过来 为什么纠正呢 由于这个新冠 这个新冠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每天都在报 美国 美国有多少新的病例 每天都是 John Hopkins John Hopkins 被他说了 突然的意识到了 我原来都读错了 原来都读成约翰霍普金斯 其他的约翰斯霍普金斯 这个大学当时其实刚成立 但是刚成立起点就非常高 这个美国的有不少学校 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在19世纪的后期 也就是在南北战争以后 美国开始了一个工业化的过程 一下子好像工业化的过程 就涌现出很多财富 有一点像这些年的中国一样 这个就是一下子 来到了一个大 来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于是建立了好多大学 包括芝加哥大学 都是这时候建立的 他们都不是那种叫做 长青腾 长青腾大学那种 古老的 甚至在美国独立 之前就有的那些大学 那不是 都是那个时候 就是在这次 南北战争以后的 美国的开始的一个工业革命 这个过程中建立了这个大学 大概是一些 背后有些大资本家 一些大财团 什么洛克菲勒 什么在财团的支持 所以一下子就很有钱 就请民家 所以一下子就把一些民家请去了 所以杜威去了以后 就跟着 可能说三个人 第一个人当然是Pierce 这不用说 这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大师 杜威在那跟他学 跟他学习逻辑学 也学了不少 第二个是 应该说 这个人名气非常大 应该说杜威以后 受了他的影响很大 有时刻很奇怪 一个学生在学校的时候 对这个老师 他说我的老师 实际上也不怎么 跟他的关系 也不那么近 受了他的影响 很难说 但是以后很多年 这是你的老师 这个老师在学生身上 有时就造了一生的烙印 以后他的学问在发展 以后他的学问是在发展 Pierce 在学校的时候 他倒是 不是直接的来 学一个 因为Pierce的东西很抽象 另外跟一个人叫霍尔 来学习心理学 霍尔也是一个把欧洲的一些心理学 建到到美国去 在美国在开始创立美国的心理学学派的一个人 他说是美国的第一个心理学博士 是美国的第一份这个心理杂志的创立者 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者 在那个时刻 那个年代的美国也是一个脱框的 脱框的时代 就是霍尔是这样一个人 他对这个 杜尔的影响 当然就是非常大 另外 听崇拜另外一个人叫莫里斯 莫里斯是一个新黑嘎 杜尔特别崇拜这个老师 所以说这三个老师都对杜尔有着很大的影响 早年的杜尔其实不严格的也没有做美学 没有做艺术理论 没有做艺术理论 主要的在做什么呢 在做心理学教育学 应该说我们可以说杜尔有三个时期 这三个时期都不包括美学哲学 他到了退休以后 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写 这个艺术级经验 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写的 当然他的思考要找得多 早年他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 1884年刚毕业 就追随这个莫里斯 到了密西根大学 在密西根大学待了十年 主要是写了一系列的心理学的书 我们知道在是我们复旦大学的这个哲学系 你们这个哲学系搞主持 刘放彤先生主持翻译了都为全节 有三四四文 有早期的和晚期的 这些都属于早期的著作 这个我有一套那个全节 这个华东师班大学搓板是搓的 那个中间的颜色都不一样 那前面的早期的 这些都是属于早期 早期由于十年的密西根十年 密西根大学的十年 这个就做了这个 就是一系列心理学的书 然后呢 芝加哥大学十年 他去芝加哥大学当哲学 心理学教育系组的 主要教育学 他在芝加哥大学十年时间 在教育学方面 写了很多的书 对于中国的 这个后来的这个中国的一些教育 有很多人 他们都受他的影响 都受他的影响 当然他们的受他的影响 是在哥伦比亚的 这个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 他办了一个实验学校 就是中小学 办一个实验学校 他有一系列的教育的思想 而这个教育的思想 他自己办一个学校 就在芝加哥大学的校园里面 有一个就是所谓小学 这个我 2019年我曾经去这个 芝加哥大学 就在校园里面 在那待了几天 这个校园里面待了几天 就是老周郭这个学校 就这个学校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并不大的一个校园 那在外面有个牌子 是杜维办的 杜维办的 当然那个你学校 有一年到中国来 这个奥巴马的 当时美国的前面的 那个前前总统奥巴马的 他的小孩就在这个学校 读书 因为奥巴马是芝加哥大学的老师 当时 因为他的小孩就在这个学校 就在那个学校读书 所以我们北京大学的一个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次 第二附属中学 还有什么 有一校 有这个原因 我们有一次在电视上 看到了一个词 说我们彭丽媛在 彭丽媛在 北京大学 阿富中 在他等着 接待这个奥巴马的 夫人 这个 米歇 然后彭丽媛 就带他 可能看 这个 彭丽媛送了一幅 送了一幅 彭丽媛写的字 叫厚德载卧 写了四个字 送给了米歇 然后米歇 也拿着笔 好像在尝试着 写这个 中国的书法 当然这个对他来说 是不 太不大惊深了 然后过了几天 那个时候 中国米的关系 真不错 过了没几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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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 去了欧洲访问 在欧洲 就见到了奥巴马 然后习近平 开玩笑的时候 我在北京 见到了 李夫人 你夫人 让我带个信 向你问好 当然这是一个 开玩笑的 那是个表示的一种 国家和国家间的 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个学 在芝加哥的十年 他就是很潜信于教育 然后他发展了 他的 所谓的教育的思想 和学校 结社会 一种教育自由的 开放的教育 面向社会的教育 这个教育是为了人生做准备的 这个就改变了那种传统式的 就是那种 传统式的那种教法 有很多的 中小学教育方面 有很多的创新 所以他干这个事 1904年到1930年 后门的26年 他就在哥伦比亚大学 当然主要写了 他的一些主要的哲学代表著作 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写成的 很多的代表著作 在这个时间写成的 这个 这段时间当然就非常非常重要 这段时间 像刚才说的这几个 什么书 纪念与自然 哲学的改造 确定性的寻求 都是在这段时间 写成的 当然在这个时候 给了一种一种感觉 就是他的在哲学上的 减数就更多 我刚才说了 PS 其实他还是另外一个人的影响 这个人叫詹姆斯 后来 这就变成了 PS詹姆斯杜威 这是古典 使用主义的三大哲学家 对杜威成为他们的思想的 极大成者 丰富了 这些 这个PS和 詹姆斯的 他们的一些思想 这个应该说 在哲学史上 在哲学史上 是非常有地位的 如果说 这么说的话 就是说 有这么一个改变 就古代哲学到现代哲学 我们说 可以说 可以这么分歧 如果古代哲学 像布拉图 杜威尼斯多德 他们的一种思想 基本上 还是一种 客观的 本体论的思想 就是一个 基本的 这个 客观的一种 本体论的思想 我们就说 这个世界 柏拉图说 被世界 是理念 是形式 他的整个哲学的 关注点 就是世界的本质 到了 康德 我们知道 进行了一个 主体性的转向 就是 主体性的转向 在关心着 我们的认识 而就能用一种 最通俗的话说 就是说 如果说 此前的哲学 是关心 关心一个问题 世界是如何可能的 康德 关心一个问题 认识人 认识 人的认识 是如何可能的 不是世界 是如何可能的 这么一个 客观的问题 而是个 人的认识 是如何可能的 这样一个 关心人的 主观的 一个问题 到了杜威 就有一种 把 关注行动 人不是直观世界 直观不是最先的 人是基础世界 人首先是 基础世界 才有认识 是和世界的 一种基础 所以说 这种思想 就是说 这是一种 现代的一个转向 就是转向 行动的一个转向 当然这些著作 都在展示 它的一个核心概念 是经验 等会我会回到 这个经验上 这个问题上来 经验与自然 讲来是人的经验 经验是关于自然的 但是经验是人的经验 人和自然的这个关系 是什么 在改变 在改变 因为一个最简单的话说 最简单的话说 就是过去 做认识人的时候 世界是我的对象 我要认识世界 我要认识世界 它是我的对象 到了这个 周围 努力论证一个东西 是世界是我的环境 首先是我的环境 我生活在世界中 我是对于世界的 造为我的对象 是由于一种对象化的 一种发展 通过对象化世界 成为我的对象 它不是天然的 成为我的对象 这个当然 拥有最简单的话说了 因为不能在这个 在它基本哲学上 来 这个 这个 来 花太多的时间 比方说 它的确定性寻求 也是这样 过去的哲学 都在想一种知识的 确定性 然后它还会把 这种确定性 回到经验上 这是杜威的 一系列的 主要的哲学著作 都是在哥伦比尔 大学的时候 完成的 有些是 有几本书 都是它在外面的一些 别的地方的一些 讲演形成的 晚年 它有的书 一个特点 就是实际上 是一个讲演录 讲演录 但是它是有系统的 讲演录 杜威和同时代人 关系是怎么样 思想怎么样 这个呢 我们可以想分析 比方他跟维德根斯坦 他的思想不一样 当然维德根斯坦 都不一样 这非常受 远转向的 印象 怎么跟海德格 我们当然 这个 色彩也不一样 具体的 这个论述的方式 路径都很不一样 我们都是在 强调 他们的意 我们今天的哲学 都在讲意 他们也在争吵 其实 如果就加上同代人 还可以加上一个克罗奇 他也是同代人 这些同代人的话 跟这一代人中 我们可能更多的讲意 不同 但是苏斯特曼是在说 其实他们有一些共同的问题 只是接触方法不一样 当然苏斯特曼是从 他更喜欢杜威 他认为说 这些人 什么所接触到的问题 其实杜威也出界了 但是苏斯特曼给杜威的一个评价 是杜威比他们更比 威特根斯坦比海德格尔 要更健康 哲学好像讲不讲健康这个事情 但是这是苏斯特曼的词 不是我的词 他说更健康 这个 这个威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 读了读了以后都要想 都使人想要去自杀 都威是读了以后 是要想使人可能多活 多活几年 可能这里面有也许有这么个差别 这当然是这个调侃的这么说了吧 调侃的这么说 这个威特根斯坦这个家族就有自杀基因 就是 他这是什么 就是这个 所以 不管怎么说 我只能 只能说健康不健康 这是苏斯特曼的话 但是我只能说 他们在接触一些类似的问题 我们发现很奇怪 有时候真实 形式比人强 时代比人强 人是从属于自己的 时代的 不管你是成于哪一种思想 线索 你都要面对你当下的时代的问题 都为恰恰是 有些观点 很多的观点 他是面对他的时代的问题的 我在说了铺垫了这么多 可能我们就要说 他的一些美学思想 不 我在之前还在差一句 再差一点点他的别的东西 然后再回到他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上来 最后在这种文化 我再回到上面来 猜见什么 他会猜去杜威与中国 都为1919年 大概4月底吧 4月30号 还说5月初 5月1号 4月30号来的 如果说到中国的 到哪 到上海 他 他原起是 杜威去 日本 那个时候 跟今天交通都不一样 没有国际航班 没有什么都乘船 国际旅行都乘船 杜威去日本 讲学三个月 去了日本以后 他的学生 他的中国学生 知道了 他中国有哪些学生 那时候他的中国的学生 就非常有名了 有谁呢 有胡适 有蒋梦宁 有陶行之 这几个最有名的 蒋梦宁陶行之 当然还有一些 可能还有好几个 哥伦比亚大学 可能比中国那个年代的 贡献很大 红友兰那时候 都是小字辈了 都是还没轮到 这些人都是都一的学生 然后他们呢 就说哎呀 老师到了来一趟 这个远东啊 不知道这个到炸了 不容易 他们其实说到日本呢 我们是不是 把老师请到中国来 然后他们就一起 给老师写信 他们要筹备啊 要找钱啊 怎么怎么来啊 怎么讲啊 什么这个 来了这个 所以说 就筹备什么 什么江苏省 什么什么工学 因为陶行之在哪 然后呢 有北京大学 因为鲁迅在哪 不是鲁迅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胡适在哪 我们在这个去年在看那个电影 看那个电影就是我现在没全看 我就看了中原一小段 这个就有一段这个胡适啊就很激动 我的老师要来了 我的老师要来了 那中间还调侃什么 从陈多秀 怎么嘲笑他 这个 老师要来了 然后 这个蔡元皮就跟 这个胡适说商量 这个是个 这段时间 形势不太 稳定 你能不能不要去上海 都这个胡适说 那不行 我的老师来了 我这么能不去呢 然后他就从北京赶到上海了 现在我到上海 我也去过 你们复旦也去过好多次了 也经常经常去 这个那时刻去 他也不容易的 坐个火车 这个 呃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从北京 这个这个这个之间吧 我江苏冷的 坐到这了 都差不多一天一夜 那个时刻可能都不止 要花火车 只要坐上个两三天 才能从北京到上海 他要到上海去 接杜威去 他要去 然后蔡元皮就劝他 你别来别来 好像现在形势有点不稳 就关于这个 巴黎和会的事情 结果 胡适说不行 他执意要去 然后胡适就来了 就到了上海 就接杜威 杜威的船到了上 就来了以后 这时刻 这个刚下出 说是好像还有 这个好像杜威 好像没有 不是 这个胡适还没当什么官 说蒋梦林当个官 一下子就弄了的话 大家都弄懵了 把他们都弄懵了 问他对北京的这个事情 你们怎么看 他们在火车上的 他一路上都没看报纸 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了 出了五次运动 19年5月4号 学生大游行 然后经成了 学生的游行 经成了几类的反响 火烧赵家楼 然后抓了很多很多的 抓了很多的学生 就赵家楼 就找了 我现在 太可惜了 现在没有赵家楼 那个地方 我经常去 因为就在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后生 以前有个饭店 叫赵家楼饭店 但是原来的房子 什么都没了 都早就没了 早就变了样子了 就那个地方 就出来这么一个事 当然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就不用说 大家都会都知道 这个巴黎和会的事情 巴黎和会的外交的失败 然后呢 说山东的权业 让给了日本 让学生愤怒了 上街去游行 当然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五四是个双重的 既是一个 五四 它既是一个 就是一个外交失败的 这么一个 爱国主义的运动 这个就是 最后他在他那推动下 那几个谈判代表 没去签字 在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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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的和会的 这个 这个没签字 这东西 当然也是两面的 没签字 这是当时要表达 中国人的愤怒 那种情况下 当然要表达愤怒 但是没签字 也相应的 就是说就是相应的 中国社会战胜国的 其他的权业 就不能享受 这当然是一个 这是一个双面的一件事情 当然在一个群众 弄得先起下 它就这样了 这个 这是一个运动 另外一个运动 当然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个胡适 不在场的人 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然是参与的 如果 实际上这个两个运动 就正好 助年逼合就 扯了一起去 那个 那个五四 那个爱国主义运动 那个游行示威 这个事情 其实真正的煽动者 是另外两个人 一个是梁启超 一个是林昌明 是他们两个人 梁启超在法国 待在法国 他在院外 发现了这个消息 以后就打电话 给林昌明 林昌明就给 同意了报社 林昌明当时 就是林慧英的父亲 林昌明 他当时是部长 他说部长 他就给 同意了报社 后来为这个事情 惩罚他 部长也 部长也给他免了 就是当时 他就同意了报社 但是这是一件事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 不用说了 这个是毛主义 主将是陈多秀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波 完全不同的两波人 在做的 当然扯了些许 但是这是一个 变动的时代 杜威来了 杜威来了 在中国做了 一百多场 两年 来了以后 本来是到日本 访问三个月 到这儿来 顺便来 到中国来的 居然就待下来了 待了两年 两年多一些 一次次的写信 替哥伦比亚大学 请假 去假 他要在中国待着 他很感兴趣 也就是他在中国 前前后后 说是短暂访问一下 待了两个月 待了这个两个月 在中国恰恰是很 这个 这个变化很大 变化很大 风云极荡的 中国是这个 这个时代 这两年 这两年中 有很多的这个 呃 变化 我们当然我们说 19 19年5月 度威到上海 这个 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 19 21年7月 度威离开 在上海 在北京的 中山公纪念堂 有两起超 那是个学界领袖 是学界的领袖 是两起超 主持 北京学界 恭送 度威先生 一起送 再一起聚一下 送 那时候胡适还没轮到 那个备份 备份是 两起超 是这个备份 这个在那个备份 所以说送他 哎 那个时候是 在北京出来 这个出来 就是一个 轰动的一个事情 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 在北上海 一个静悄悄的事情 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那是 保灭的 保灭的 这两件事情 对在一起 我为什么把它这个对着 从五四运动 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度威来了中国 其实在中国 他他在影响中国 他试图影响中国的学术界 他试图影响中国的 这个思想 当然中国后来的这个路 并没有走 度威的这个 自由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路 中国走的是 马克思主义的路 要度威还是要马克思呢 中国当然是要的马克思 但是度威实际上 在学界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这个不用说 这个 这个在知识界 伦伦还是很 很崇敬度威的 很多的是大学教授们 他是很喜欢大学 很多的学生们 中间一部分学生们 还是很重视度威的 这是当时 用贺林 贺林曾经为 罗替 那个李佑珍先生 曾经翻译过 翻译过罗替的一本书 叫《哲学与自然之境》 这个书的 序言是贺林写的 贺林先生写过 写了个序 就说起了杜威 说起了杜威 他给了个段语 说杜威是在 旧中国影响 最大的西方哲学家 这是他的一个评价 下面呢 我发现呢 找到了这么一段词 这段词呢 不用了 这是一个彭峰翻译的 从彭峰翻译的 苏士德曼的 生主义美学这本书 这本书中 他说 杜威从中国也学到了 很多的东西 从中国人的 不仅从中国 不仅从中国人的著作中 而且在1919年 至1921年间 在存后而接荡的 中国文化中 学到的东西的影响 正如他的女儿 就是监杜威 他的女儿就写了一个 关于杜威的一个传 这个中间说到的 他说是这段 这段在中国的经验 是如此重要 以致起了一种 复兴杜威的知识 热情的作用 他将中国看成是 最靠近他心灵的国家 就像他自己的国家一样 因此影响是双向的 他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产生广泛的影响 而这个中国 对他的思想也有影响 我在说这个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在想讲美学 杜威有很多中国的学生 其实周围的 这些中国的学生 跟着杜威读书的时候 杜威的美学还没形成 他们没有一个 杜威的中国的直级的学生 没有一个杜威学家 没有一个艺术理论的研究者 没有 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形成的 他受到他的教育思想影响 陶欣之 受到他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有人说这个陶欣之 这个名字怎么回事 我说杜威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讲知行合一 他讲他搞教育嘛 知行嘛 他不行 他要行之 行在前 这是杜威的典型的特点 行在前 而不是知在前 而这就是杜威的 杜威的哲学 哲学是这样 教育思想的表现 所以我们说实现领先 这是 这是 那么 他的美学 什么时候形成的 那是 他的美学 是 应该这么说 这本书 艺术学经验 是1932年的 在哈佛大学 讲业 1934年出版 他的这些思想 受这几个人影响 当然DS杜威的 有一本哲学书 经验与自然 中间已经含有一些 他的美学思想的族形 另外受 爱莫森的自然主义的影响 我们知道 爱莫森 苏罗 他们一批 倾向自然的 自然主义 还有就是达尔文的 生物进化论 我们对于达尔文的 美学 这个进化论 我们都很熟 都很 不算很熟悉 都听说过 都也都知道 而且现在 生活界都普遍激素 达尔文其实写过 写过一些 有过不少 对于美学的认识 对于 生动物的 美 对于美的认识 其实我们现在 读的很少 很少 所以都在里面 体现了这个思想 等会我会回到这个话 等会我会回到 这个话题上 当然他的最主要的 这个书就是 艺术纪经验 我就在刚才说到 1930年 杜威在 哥伦比亚大学退休 那时候他大概是 七十七十一岁 退休 他退休了以后 哈佛大学请他 说有一个叫做 是三木杀 什么 以什么的命名的 一个讲座 来国外很喜欢 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给你 给你一笔钱 然后呢 你呢 可能预约 你来写一本书 然后到我们这个学校 来讲一下 然后将来你会 所上是在我们这个 学校讲的 所以讲的 这就行了 学校对你的要求 就是你 你你你搞一个 系列讲座 你这个系列讲座 可以成一本书 这个将来呢 你只要在这个书上 注明 感谢感谢哪个哪个学校 支持我 来讲了 要说哈佛大学 很和尚 给了他几年 几年的钱 然后他就写了这本书 这个世界性的名著 我们都知道 这是在哈佛大学讲的 第一次在哈佛大学讲 后来他就署名了 在这个书中 都会提到 这个学校 大学嘛 常常就是这样 以这样的 这样一种种种的机会 就接累了 他们的一些声望 所以这本书是 1932年讲的 30年他退 在哥伦比尔大学退休 32年到哈佛大学去讲去 当然当然 这两个不同的城市 我们都知道了 因为他本来在 哥伦比尔大学 在纽约 这个 这个哈佛大学 在波士顿 那还是有段距离的 一个另外一个城市 他在那 就讲 差不多讲了一年 然后后来就整理整理 到了1934年 就正式出版 这个书 所以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 我们在看到的 这个哈佛大学 这个印过很多很多次了 这本书 最早的不是这个皮 这不是这个面子 后来进入了汉语民族以后 都用这个面子 因为他进入了汉语民族以后 好像每年都在 每年 就好像每年 几乎都在重印 他都在重印 这个因为 读的人也很多 当然也有很多人没读 没读干什么 他要买 每年原因是 这是汉语民族 他要配齐 这是一个 我老喜欢说的一个笑话 也是说我调侃的 反正可能很多人 没有躲我这个 他只是要配齐 所以把他配的 这个就是 但是当然了 他还是很多影响的 我也经常看到 有很多地方 很多人写文章 都会引用这本书 我在正式讲这本书之前 再解释一句话 解释什么 为什么翻成艺术 即经验 原文是 Art Earth Experience 现在国内有另外两个译本 一个译本是 一个 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 译的 他译成 作为经验的 艺术 还有一本 是一个我不认识的 一个人 在另外一个出版 出错的 叫京城出版 出错的 就是翻成艺术 及体验 所以这本书 有三个译本 有三个译本 我这个有一本 商务印书馆 出的 那个全集的那个本 就在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出错的 那个还有一个版本 在一个叫金 黄金的金 城市的城 金城出版 出错的 分别译为 艺术及经验 作为经验的 艺术 和艺术及体验 我把这个三个 艺术 从我的观点 解释一下 做个解释 或者当然是一种 这个是我个人的 一个解释了 我这么看 就是 首先是 这个艺术及经验 这个艺术 不是我的艺术 这个艺术 你之后说 是他的艺术 有一次 你之后见到我 就是说我见到你 见你之后的时候 我就说 他说你这个书 你的艺啊 你这么艺什么艺名啊 我说艺术巨金啊 哦 那是我的艺名啊 很高兴 你用这个艺名 呃 因为 这个 李泽后说这个 他有个证明 这个证明 我们知道 有一个李泽后 曾经在 上个世纪 80年的 主编物 一套重书 叫做美学 艺文重书 呃 据陈彻尔先生 说总共有八 有五十本 当然常常流行的 最最多的 看了比较多的 有十几本吧 呃 有些后来也得 总共加起来 有五十本 这有很多 我们没见到 其实有的 一出来了 呃 比方说那个 那个Richard Walkham的那个 艺术技 这些对象 其实 其实一出来了 一个要前港男 一出来了 后来就很少 看到 可能可能美学 热过去了 印的也比较少 比方说那个 梅罗庞蒂的那本 一本书 是一个叫 刘运涵 云南大学的 一位老师 他大概是 出来的 也晚了一点 后来这位老师 其实他是 你这后先生的学生 现在他后来 去了云南大学 这个有点偏远 所以说书呢 就就是影响不大 其他人记得很好 这个是一个 很认真的一个学者 呀 这个是个 这是我们学界的 一个不公平的现象 好像做学完 必须在北京上海 其实他是由于 家庭的原因 他本来是留在 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去了呢 所以说这个 这个就比方吧 就是说 但是呢 这个书中有一本 有了新书预告 叫艺术及经验 是说有人在 业 结果 没业出来 他后来没业 那是一个 蔡依的一位学生 叫什么名字 想不起来 他后来就没业出来 没业出来 所以书就没一层 所以这本书当时呢 就是传统读 这么叫一个艺名 怎么这么叫一个艺名呢 就是这么这么定的 也是符合杜威的意思的 所以艺术 他就是经验 他说艺术 他可能 他可以是作品 他可以是物 如果只是物呢 他是艺术产品 只有艺术品 只有艺术品 这个 那个 只有那个 他才是 只有是作为经验的 他才是艺术作品 他是 这是作为的观点 是体现了 这个这本书的观点 作为经验的艺术 这个翻译 这个名字不错 这是职业 是具art 而是experience 这个词的 这个词的职业 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书 有的就职业了 有的时候呢 稍艺术化一点 人想把这个意思 想把这个书 想要表达的意思 更突出一些 因此 这个当然是 艺术的选择 所以说 作为经验的艺术 这个艺名是不错的 但是有人跟我争论的是说 你 你错了 应该一层艺术体验 我说我不错 这个人错了 这个词不能一层体验 这是可以肯定的 为这个事情 我曾经因为我跟苏斯特曼 这个个人也熟悉 也已经 那个时候现在疫情了 疫情来就没见过 以前也经常见面 他经常也到中国来 他也在复旦大学 经常在 他在复旦大学 也做过系列讲座 在中国的很多的地方 都做过 在北京大学 山东大学 都做过系列讲座 也到了中国来 都常常有这种 见面的机会 这个 然后我有一次 就跟他聊天 就聊起来了 这个事情 他就说 这个词应该一层经验 不应该一层体验 他说当然是德语中 它是有两个词的 这个分的 英语中没分 但是一层经验 一层体验是错的 几个理由 一个理由就是 杜维的经验 实际上 表示说一个 历史性 见雷 体验是直接的体验 是当下 这个经验呢 它是一种累积性 我们可以说 这个人 我们这是一次经验 我们有了一个经验 经验 这个人经验丰富 他是有经验的人 这些话 什么叫做有经验的人 就是经验 就是这个事情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 就有了经验 所以说这个经验 有经验 做事老到 这个实际上是经验 他要取这个方面的意思 经验 在杜维里面强调这个意思 杜维特别强调 这个方面意思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杜维是这样 讲 是讲去做和接受 他是双向的 做和接受 做是行动 接受是认知 这个双向的 杜维说 经验也包括 这两者 杜维更强的 都去做 去做 那你一程体验 就不对了 体验的就是 直接当下行 第三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 我们知道 其实都 英美 刚才 沈老师在说 英美 英美 英美其他学术上 是一家 其实 美国的这种 他们这种经验的 美国的实用主义者 他所说的经验 他就是来自于 英国的经验主义 当然这个之间 区别很大 但话我涉及到的时候 我会说 这个实用主义 不是经验主义 但是它来源于经验主义 我们不可 我们不允许 把经验主义 英国经验主义 也跟着翻成体验主义 那不是就更可笑了吗 所以说 艺术艺术 我就明确的说 艺术及体验 这个艺名是错的 完全错的 作为经验的艺术 这是这个书名的一个职业 或者说也是另外一个艺法 艺术及经验 是表达它意义的一个艺法 因此 这三个艺名 其实中国的 现在有这本书 有三个艺本 我就是在做这么一个解释 好 我现在从上 我来开始讲这本书的几个 挑选的几个 比较 这个 挑选这几个最重要的概念 核心概念 其实这个书非常非常丰富 这个 涉及到的内容 很多 有些很细节的问题 可能在今天 这不是一次能讲完的 如果领着读十几次 然后一张一张的读 很可能就会接触到那么细了 我曾经我写过一个 我关于这个书写过一个 就是一种相当笔记性的内容 就是阅读 理解 衍生 这个大概现在已经凑出来了 现在整身去找个错码 所以把它收拾了 写了 一个十五万字 就是这个每一张每一张的都读了 所以但是这不可能讲那么细 我觉得主要的就讲这几个概念 一个概念 活的生物 这个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翻译问题 有人把它翻成 我把他live creature 有人有一个最典型的 好像正确 其实错误的翻译 就是 有一个人把它翻成活的生物 把它翻成了活生生的人 这个译法 live creature 不能翻成活生生的人 第一 live不是living living你可以把它翻成活生生 creature 不要把它直接翻成人 为什么 度威 其实 有一点 有意识的 把它翻成 就是人和动物的 用这样一个词的 来选择 就是生物 它不直接说人 而我等会会说这个问题 说这个问题 为什么 度威 为什么选择这个词 所以说翻成活的生物 应该说 好像符合度威的原因 当然也好像也不符合 不符合的原因是什么呢 中文只好这么翻 creature 因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这个词它的词根 creative creation 它是创造 但是我还翻成中文的时候 你不能把它翻成活的创造物 在欧洲人的语言 这个心目中 因为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你翻成创造物的时候 那就上帝的创造物 中国人一说创造物的时候 谁创造 马上就会有误读 就会有误读 所以说我不能造的词字根 反正可以创造物 所以还是要把它 它意思就是生物 所以这就是活的生物的翻页 我做的这么一个选择 就是不是活生生 是活的 不是人 不是创造物 是生物 它的基本的意思是这样的 它说理解艺术 要从日常生活开始 就是说我们动不动 不要说艺术 那就到了博物馆是艺术 画廊是艺术 艺术是放在你那个橱窗里的 艺术是一个什么 特别的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现代构成物 现代构成 现代的构成 现代艺术的体系的构成以后 把它放到那去 那才叫 那个叫艺术 它说我们生活中到处都这些东西 它和艺术的话 它和艺术的话 它没有一个截然的区别 或者用多一的一个思维方式 这个话我会多次重复 思维方式就是 哪怕是有区别 不要从区别来寻找定义 不是从它的不同点来说起 也就是说看到事物间的连续性 看到了一点 这是杜威的一个基本方法 而我们平常实际上是科学的 分析的 经常是找到不同 找到了分析就是什么 就找到不同点 这个桌子不是椅子 这个 它们洞空洞都是家具 你要说 它的思维的方式是 它们之间不同 不同我们才能构成我们的认知 那杜威的整个的方法是 它们的连续性 从这一点 那么它就说 其实 所谓的艺术 其实跟日常生活 它其实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某种程度上 它的区别只是 日常生活的某种改善 那个东西 最初的艺术 不过是一些 日常生活物中的某些精品 或者是把它艺术化 把生活的艺术化 只是使生活中的某些东西 变得更精致一些而已 它和生活不是绝缘的 而是连续的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那么 这个方法呢 它从一个更为根本的 这个思想社 这就是它的活的生物 活的生物啊 它说 就是一个 有机体和环境的关系 把人 放到动物的层面 来理解的时候 我们说对象 当我们说世界的对象 我们说要对对象 静观 或者观照 contemplation 静观 要找到事物背后的本质 这才叫做认知 透过现象 我们要找事物的本质 柏拉图是要找到 对后的背后有什么理事 或者是这个 整个的这个西方的哲学 从开始世界是源于火 是水 火 什么土 源于所有这一切 都是找到它背后的一个构成 那个贝特格拉斯的那个事故 因为源于树 找到一个的基本关系 找到一个基本关系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高度发展的结果 我们能不能在这个 所有的哲学认知中 回到一个本源 动物怎么看世代 动物世界看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是它的环境 而不是它的对象 它不少寻找我背后的什么本质 只是找回它和它的生命之间的关系 他说这个东西应该成为我们的出发点 和我们的关系 和有机体和环境的关系 这个是趋利避害 动物是讲趋利避害 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一个危险的情境 某个动物要把我吃了 我赶快跑 所以动物它这个本能 这个是个食物 这可能的食物我要去追 然后动物就造成了 对于这种和它生命有关的这种感觉 就会变得特别特别敏锐 而和它的生命没有关系的那些感觉 它就变得非常持人 动物是在多次的进化中 达尔文 它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敏锐 没有 不那么敏锐 你就是被吃掉了 或者饿死了 于是那些敏锐的 那些感 这方面的感官 敏锐的 你才能活下来 活下来的这批 这批生物的生的后代 又有敏锐一点 不敏锐一点 不敏锐的又被吃掉了 或者饿死了 然而更敏锐的才活下来 这是一个生存竞争的问题 所以说由于生存竞争 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有机体和环境 适应自己的环境 这就有机体 它才能生存竞争 这天然的形成了有机体的本性 我们的所有的对人的理解 要建立到这个基础上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 这就是杜威的基本的思想的一个挫发点 这个挫发点是从下降到动物水平来进行理解 说那才是根 人不过是在某个层次上 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 这是活着生活的一个基本的思想 然后它中间还有整个生命的一个过程性 整个这个过程 另外呢就是说强调一句话 我刚才说的这句话 从动物到人的连续性 人是高于动物 但是不要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来寻找人的本质 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中国的几乎所有的 我不知道各位同学熟悉不熟悉 中国的这个美学史的讨论 美学史的讨论 好多人 你哲后先生 朱光泉先生 和所有的这些 他们这些 他们当时的所有的力论 我蔡依先生 所有的力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从人的本质找美的本质 但是蔡依有点不一样 蔡依找物的 就是做的物业 从人的本质来寻找美的本质 所以说你哲后的美的历程 从达至师傅开始写起 这有意味的形式是达至师傅 他是这么说 为什么说原始人 从达至师傅形成了最早的形式感 从那开始的 这就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 像沃夫干外系 今天的这些人 他们在批判这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 沃夫干外系的世界 其实都从杜维来受到的影响 批判人类中心主义 人是跟动物不一样 人是高于动物 但是不要从人和动物的区分点上 来理论说人的本质 人和不是 说人和动物的那些不同点 就是人的本质 人和动物的共同点 就那些共同点就不是本质 只有那个不同点才是本质 所以人从本质上 是一个理性的动物 会思维的动物 会掌握语言的动物 会使用劳动的动物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物加 这个数加总差的定义法 而数加总差的定义法 就很自然的 是我们这种逻辑关系 是我们通向了 人类中心主义 通向了一个人和动物的 不同点上来寻找人的本质 而对我意思 这个观点全部是错的 人的那个是和动物的不同 相同点就不是人的本质了 人要吃要喝要严厌繁衍的 要生猴的这些就不是人的本质 只有那些和动物不同的点的那些 才是人的本质 于是造成了一个高度理想主义的一些 关于人的本质的一些观点 人这个这种观点实际上 本质上是错的 这是杜威的整个的 基本的哲学的触发点 我讲的特别简单了 这个是个说不完的话 就要说下去 好像我有点超越了 本来规定的时间 我讲快一点 第二个核心概念 一个经验 我们知道杜威的哲学的核心经验 核心概念就是经验 这个呢就是说 他这是杜威的哲学的 一元论的特点 经验一元论 这个经验一元论的哲学 首先它是区别于英国经验主义的 我们知道英国的经验主义 我刚才说了英国的经验 这个英美他们是个之间哲学上 他思想上学术上 到今天也是这样 一个学术界 语言是个是根深蒂固的影响 就是为什么说 欧陆的 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国 英美的经验主义 就是语言不一样 语言不一样以后就形成哲学传统不一样 英国的这种经验主义 方方面面我们都知道 都体现出来了 有这个我们很好 法学 英国人 这个英国人跟这个大陆的法系也不一样 这个已经跟我们离得很远了 其实都体现出了整个的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政治啦 这个生活啦 这个这个各种各门学术啦 都有区别 这个就是带着他的传统 那么我们知道英国经验主义是什么 英文经验主义本质上的 本质上的那问题就来源于是什么 来源于对于真理的寻求 对于事物的认知 理性主义是讲的这个 从思维出发 从理性出发 而经验主义是从认知出发 我曾经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我说你们知道两句话 两句名言 在你们那个中学的那个走廊上都写了的 两句名言 一句是英国人写的 英国的培根写的 知识就是念念 一个呢是法国人写 法国的迪卡尔写的 我思故我在 就要思考 不动脑筋的人就 不动脑筋的人就不是人 这个 我们都都讲了这个 其实这两个就是 完全正好相反的口号 正好相反的口号 我是故我在 我的思考是一个所有知识的最基本的基石 我是像一个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 是从像几何平面几何的那个几个公里 来推演出这个世界来 最推演出这个世界来 而这个 这个 而这个 而这个 这个 这个不行 对不起对不起 突然有个变化 我来挂动 我来挂动 这是一个理性主义 我说我是故我在 这个是说的是这个 是说的是一个 一个理性 一个公理来推演这对世界的认识 这是一个理性主义 而这就是那样是讲的是对知 knowledge是 to know 去知 因此的逻辑上也是的 一个是演绎的方法 一个是归纳的方法 那么经验主义是讲的 对于真理性的 一个追求 所以我们才有了一个什么 洛克的 北版说 这个 这个 贝克雷的 就是这个 所谓就是 这个 就是关于这个知识的 这个限制的 就是说 世界就是我的感知 和修谋的 那个不可知论 就是事物的 就是关于怀疑主义 所以这些都是经验主义的 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当然是根深蒂固 但是 杜维 讲到的 与经验主义不一样的 我刚才说的 这个经验呢 更倾向于一个动作性的 做的 不是说我接受 人是不是被动的 人是主动的 主动的来接受事物 因此 首先是 dowing 然后才有 undergoing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说 这就是 这么一个小的 一个区别 也许就是一个 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之间的一个 很重要的区别 好 这个就是他的 基本的哲学的 一个出发点 我们这样呢 就说 作为他的 美学的一个 出发点 他是从神秘经验出发的 我们知道美学 有什么主观呢 客观呢 这种当然 就从神秘经验出发 从主观 从主观 但他又不说是主观的 他 杜威是反对 主客二分 这样一个观点 他认为 经验是人的行动 行动是人和主 人和世界之间的一种 相互作用的关系 因此 他是一种 这个 就是 他是一元的 一切的 对于后面的区分 是在这个基础上 区分开了 这个 在这个基础上 他提出了一个思想 叫做 Experience An Experience 这个Experience 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我们日常生活中 这些东西 不是刚才就说了 日常生活和 这个神秘 它之间没有截然的关系 意所和生活 没有截然的区分 它是 这个之间 具有一种连续性 但是那里的问题就是 你究竟什么样子 究竟是什么 究竟审美经验 是什么经验 都会面对着一个 很严峻的问题 就是 这时刻的一个大传统 这个传统就是 夏富士玻璃 英国的经验主义 夏富士玻璃 所提 夏富士玻璃第三伯爵 提出来的一个 叫做内在的感官 人啊 可以知道 这个事物 可以看到 这是红的 那是黄的 这是绿的 那是蓝的 可以看到这个事物 大的 小的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别的各种感 我听的 身影 各种 都有各种各样的感官 就是各个感官 说这个五官的感觉啊 这是一个 很具具有的 但这个不是美感 对夏富士玻璃 他们提出来的一个观点 叫做 人有另外一种 内在的感官 这种内在的感官 可以使你 能具有审美 这个思想啊 我们说 这个人没艺术细胞 这个人的话 又不虾 又不浓 什么都看 但他就没艺术细胞 我们平常都喜欢 这么说 这个 这个艺术细胞 是什么东西 艺术细胞 是什么东西 其实在英国人的话 他是很关心 这个东西 没有艺术细胞 他就是没有 内在感官 这个夏富士玻璃 哈奇森 都这么说 后来呢 修摩就把它说成 是叫趣味 是趣味说 就是taste 但是没有艺术细胞 就是没有趣味 没taste 那问题后来说 这个趣味判断 见上判断 是一种独特的判断 就成了解释了 多种多种的原因 原因康德也怎么 康德也是试图来解释 什么是 什么是这种 这个 什么是这个 这个趣味的判断 这个judgment of taste 这个翻页 钟白华把它翻成 见上判断 朱光浅直接把它翻成 审美判断 他就是judgment of taste 我在翻那个一本 那个美学史书 就是那个美学 美学史书的时候 我就老老实实 就把它翻成趣味判断 因为因为这个趣味 这个词 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词 不要同一个词 有不同的译法 那么 一个经验是 想说什么东西 是想说 他也是一种经验 我们没有第六感官 只有一个经验 一个经验是 他和我们的这个 对于事物的这个感觉 不像 有人说的是 用图特的感官来感 就是生活中的感官 就还是我们的这一套感官 这一套的经验 但是这个东西 中间 他有什么特点 他有什么特点 这是成为一个 也就是说 你说有什么细胞 说这个人没艺术细胞 这个人没趣味 这个在杜威那儿 他只能说 这是个程度不一样 只是一个经验的性质不一样 这是对他的这个 而不是说有没有的问题 不能说有没有 那么他就说了 他就说 什么叫一个经验呢 一个经验就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啊 就是这个经验 就是经常 这个被打断的 杂乱的 我们平常经常是说话 说了就忘 晚上今天想一想 我今天做了什么事 也没什么印象 没什么印象 三天后 这时候那天 我做了什么事做了呢 想半天也想不起来 今天做了什么事 除非有时候 有些事你不忘 有些事情 你会多少年后都不忘 就是说 你能的这个 对于以后的这个回忆 也许哪一年 这一年 你想出几件突出的事情来吗 都想不出来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有时候就想到 你是长的哪一天 这一天 我这天的这个经历 也太丰富了 你出现了多少 重要的事情 所以说人的这个时间 他不是说 就是说 好像每天经历 读到什么事情 它是个平均数 它不是个平均数 那么他说一个经验 是这样一种经验 所以这个经验 当然你各种各样 也可以各种各样的解释 都为试图致力 与一种解释 这种解释 就是一个经验 一个经验是什么 就是这个经验 才是完整的 他说它是一个完整的经验 我们平常说话 说了就忘了话 因为它没什么意思 它也没有本身产生意义 它没有在 从它的自身的经历的过程中 它把意义产生出来 但是有的东西 它就产生出来意义了 它就是 它打了一个 就是说 这件事我做完了 我跟哪个朋友在一起 吃了一顿饭 我们下了一盘棋 我们看了某一个艺术品 我们经历了一次郊游 或者是神人生的更重大的事情 谈一次恋爱 什么什么 谈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他本身都要有一个自身的东西 开头 发展 高潮 结尾 他说这个经验 他本身 他有他个自身的 这么 这个走向走向 完整了 完整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他就构成了一个经验 他打一个比方说 他这个经验 他本身 他有一个自动的 自动的要求 完满的需要 我跟一个朋友在那下棋 正是你跑了来 过了来 我下的正高兴 你跑了来 把我棋一抹 走走走 我要干 我们一起去干别的事情去 我先觉得你这个人太粗鲁 太粗鲁 你就不尊重我的这一个经验 或者说我们生活中也有种种的一个事情 就是 然后有个相声 这个好天津的一个什么相声 是不是马三连的相声 所以有一个人戏迷 是不是天津这个市民文化跟抢一些 这个说是一个戏迷 一个戏迷票友 他这个一路上起个自行 这个啊 就哼着在那一段戏 就哼着一不小心 撞到了天线杆上 然后就摔下来了 然后走过了一个路人 那个时候民风还不错 看到人摔倒了 还有人扶 就跑了去把他扶 要把他扶起来 他往人家挥挥手 我真的哼着这一段戏呢 还没哼完呢 等他 等他把这段戏把它哼完了 拍拍绳子站上 走 再起来 就是起来 这个再再起来 扶着自行车接着走 这个事情是 当然是个项色 但是这个呢 本身也是说了一个 人都要有一个自身的一个 对于经验的一个要求的一个完整性 完满性 一个通向自身的一个高潮 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也是这样 本来我们去旅游 这个旅游有什么意思吗 但是我们就充满了期待 我们出去玩一圈 让它很好 所以这件事情就把这件事情完了 生活中也常常有这种 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一起 好像是一个仪式性的 总而把它做完了 完了就很舒服 我们去看一本书 就会爱不释手 因为中间有个故事 当时呢 我们那些说书的人 这个就喜欢 就利用这个 你的这种心理 这个 这个 我们 我在扬州来 扬州小时候 看着听那个王绍唐说书 武松打火 只听到 这个老虎向武松 这个扑来 然后武松举起扫棒 只听咔嚓一声 怕经常摸 一拍 回去 回去吧 明天再来 这个是老虎把武松吃了呢 还是这个 武松把老虎打死了呢 停了 他不讲了 他明天才要让你来听结果的 让你逗得你明天还得再来 再听 听到这个 听到他的这个结果 为什么呢 你有一个经验的 自身的 对圆满性的需要 他对这个呢 他就 实际上就是说 有一种 能天 能就自然的就有的一种 对于经验 它是一个过程 经验 他自身有的一个运 自身在运动 他不是有意识的控制着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 有时个 有时个 你的这个经验 它是不特地使唤 你的趣味 不特地使唤 你就想要 想要完成它 完成它 所以他对这个呢 就做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 这有点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 把他打死 就从山上滚到山下 这个滚 滚到山下 他不是在一个赛道 滚下去 他是在一个自然的 从山上滚到山下 这个山上到处 这儿有石头 那坞坡 这儿有个瓦地 这儿有树 什么的 他就一下子望左 一下子望右 一路的滚下去 十四块 甚至慢 有一路的风景 一路的 不断的 有阻碍 最后 他有一个不断的 自身的 这个重力的影响 石头 终于滚到了山底下 所以说他有这么一个要求 这个这么一个要求 于是就 这个 他说这个比喻就有点相当于 一个经验 这一个经验 它会有种种的丰富性 种种的丰富性 太单调了就没意思 但是呢 他有一个自身的要求 就像那个石头一样的 他必须滚不到山底 不到山底 他不会停下来 从山顶 一直滚到山底 不会停下来 他说人生中到处都存着的这种经验性 的经验的完整性的追逐 他说这个思路 这是我们理解全部 审美的经验的基础 这是他的第一个 一个想法